我之前跟她離過一次婚 後來因為心軟,跟她互婚了 那段時間我是跟我婆婆公公在一起過 生活上相處的不是很愉快 後來我們倆就決定自己買房 然後搬出去當過 我們倆搬出去當過之後 我跟她是希望能在一起好好過的 但是沒想到她的變化那麼大 對我跟孩子一點都不好 我之前跟她離過一次婚 也不想再跟她提出離婚 可是現在這個日子過不下去 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辦 就是希望老師能夠幫幫我 掌聲有請這一隊有請 男嘉賓余先生30歲來自河北個體 余嘉賓劉女士32歲來自河北個體 來有請有請兩位有請 歡迎兩位 你們倆應該算閃婚對不對 算吧 認識半年就結婚了 對 那是哪年來的 110年 你提出的 她提出的 結婚是她提出的 因為那個時候我們年齡都差不多了 感覺倆人關係還不錯 經人介紹認識她 結果呢 日子過了三年 到13年的時候就離了是吧 對 誰提出的離婚啊 我提出的 為啥啊 因為當時我們倆結完婚之後 跟我婆婆公公在一起過 生活就不是很好 就是有點小摩擦 老是吵架 後來就決定離婚了 你決定的 你就同意了 她是一而再再而三的 我是被逼的 這也能被人逼 後來在同年 你又提出了婚是吧 對 然後你又同意了是吧 畢竟那時候已經有孩子了嘛 為了孩子 男孩女孩 男孩 就復婚了 那復婚以後 她也沒讓我消停過 她復婚也是她逼你的嗎 復婚她提出來的 但是我父母也有意撮合 讓我倆復婚 今天為什麼來啊 就是復婚完婚之後 我們還是跟婆婆公公在一塊住 之前就因為生活上的一些事 過得就不是很好 然後復婚完婚之後 那時候我就有想法 就想著 兩個人自己掙錢買房 好事 然後搬出去當過 這樣的話 我婆婆公公他們自己也好過 我們日子也好過 省著在一起 就是老是吵架嘛 搬出去了 搬出去了 那時候她復婚的時候 家裡邊也沒錢 她非得搬出去過 那陣子我爸她身體也不好 得了那個骨頭壞死 重體力幹不了 然後我作為兒子 我應該從家也是 幹點力所能及的 然後他們在家 可以幫我照顧孩子 後來呢 後來她就是 非得自己過 不是搬出去了嗎 搬出去了 我也是被她逼的 她又一次拿離婚跟我說 不搬出去了又想離 你說她都離過一回了 再離 我這個人也是耗面子嘛 然後我沒辦法 就頂著頭皮吧 婚家之後怎麼樣分開過 分開過之後 就是我是想跟她在一起 好好過 就沒想到她的變化挺大的 什麼變化 就是對我跟孩子 就一點也不太好 家裡事也不管也不問 然後 因為我們買的房子 就有房貸嘛 有房貸 有房貸 就是一個月她掙錢 就是把那個 1800元的房貸還上之後 剩下什麼都不管了 家裡的一切開支 都是由我來支出 那主持人 兩個人的開支 畢竟是男主外女主內 然後我就是月月還方 你一個月就掙1800元呀 那時候一個月 也就掙了三四千塊錢 那剩下的錢呢 剩下的錢她都自己花了 然後有的時候 手緊的時候跟她要 她就不給 所以在經濟上面 已經有分歧了是吧 對 跟我分特別輕 除了經濟上面有分歧 溝通多嗎 不多 什麼狀態呢 因為她做那個 吃床美鳳 就是幹那些活 就是一些商場啊 超市什麼的 因為人家白天營業呢 她就是晚上出去幹 然後回來白天 需要就是休息 就因為這個工作性的原因 我們就是分開住 這個狀態有多久 有小半年了吧 那你現在怎麼想呢 我現在就是說 我努力掙錢 然後把日往好了過 那你來這幹嘛呀 都聽你的呀 不是都聽我的 就是來這兒的目的 就是現在這個日子 就是我也想好好過 但是過不下去這個狀態 因為孩子 像輔導作業呀 孩子一些就是生活上的開銷啊 然後家裡的一些開銷啊 她什麼都不管 她掙錢不是說 房貸之後剩下就沒有錢了 她那個錢就是花在自己身上了 給我跟孩子就一點也不慌 我們家現在有一輛車 我覺得家庭就是一輛車就夠用了 就是前一段時間吧 她又買了一輛車 又花了好幾萬塊錢 就花兩萬塊錢 那個是我朋友 她那車不要了 然後是個小轎車 我之前工作那車是個大車 也費油 反正自己開這方面 我就覺得吧 作為一個人普通老百姓的家庭 誰家你說養了兩台車 都是開銷 對 那你們現在最主要的矛盾 是什麼呢 這日子過得也挺好啊 又是房又是車還兩輛 還有一個兒子 你們還怎麼低啊 就是想讓她這個脾氣改一改 她那個脾氣上來的時候 也特別降 就有一次 我們倆吵得最厲害的一次就是 因為我們那房子 不是有點房貸嗎 然後她那個錢就是還不上了 有兩個月 她就想跟我父母借錢 如果借也可以 但是少借掉行不行 她一張嘴就借十萬 那你說誰家 一下子能拿出那麼多錢呢 完了當時我父母就沒同意 完了她就生氣 就跟我父母說了一些 用不著的話就說 親戚就是以後就不要再來往了 有啥意思啊 我就是後來回來說了她兩句 她也就是不聽 然後她好幾天就沒回來 就得朋友都住了好幾天 所以我可以這麼理解啊 你跟她父母的關係很僵 對吧 你跟她父母的關係也很僵 對 公公婆婆不會幫你們了 岳父岳母也把你們給堵那了 我感覺她爸媽應該幫路 是不是 不是她提出要當過的 一直我的概念就是 一家人在一起可以互相幫助的 對 然後她出來了 我是也說了 就是一家人在一起 你可以啃你爸啃你媽媽 不是這意思 就這意思嗎 我爸媽也是屬於工心吧 工心也可以啃呢 我不是這樣人呢 你啃沒啃 我從小到大我沒啃過 沒啃過 我不是屬於啃老祖 好吧那你幹嘛不搬啊 搬出來了 之前幹嘛不搬 幹嘛對這事這麼有意見 幹嘛搬出來之後 你還房貸要問她父母借錢 不借你就跟人鬧矛盾呢 是她提出來的要 所以她要承擔後果 對呀 還對呀 那今天為什麼來呢 想幹嘛 就是想好好過下去嘛 你想跟她好好過 對 想把這個矛盾就是解開 因為之前就是跟她離過一次婚 然後自己也不想再走這條路 不想再跟她離婚 就是想跟她就是 以後和和氣氣的好 是不是你覺得 現在的婚姻有危機了 有 你是不是覺得她有點 不太想跟你過了 對 就是拿我跟孩子 不太耽誤一事 所以你害怕了 是這意思嗎 是 心裡還有兒子跟媳婦嗎 兒子是親兒子 媳婦也是親媳婦嗎 還過不 只要她能改正她的脾氣 改啥 她的脾氣可爆了 改不了怎麼辦 那怎麼辦呢 為了孩子我忍了 那你幹嘛提這要求啊 想好好過嗎 過日子都想往好了過 好 這半年是每天晚上都在抹瓷磚嗎 對 摸著良心說 在工地上工作 每天晚上 對 吃住有時候我經常在工地 什麼叫有時候呀 那些時候呢 那我就回家睡覺嗎 人家說了已經分居半年了 我就問你這半年 是不是都是因為工作的 把手放起來吧 說實話吧 他是說分居半年 但是我買的那房子 是涼水一廳 他住他的那大屋帶著我孩子 我住我小屋回家 還回家是嗎 回家 那你怎麼說在工地上呢 他就是回家很晚嘛 行行行 不說了 聽明白聽明白 分居半年對不對 不給家裡交錢 對吧 就是交房貸 只交房貸 其他的生活費用不管 跟你父母的關係又不好 你跟公公婆婆的關係也不好 現在你害怕這個家要散了 是這意思嗎 這家會散嗎 應該不會 你父母在什麼態度對他 我父母對他的態度 也跟以前差不多 你們多久回家看一趟爸媽呀 你說這個我就 他經常帶我兒子 回他爹媽那看他 他姥姥姥姥姥姥 而我爸媽呢 就是打電話他也不去 你說兩方都是老人 我也氣這個 為啥呀 關係不太好嗎 不是對你做了什麼了你就 我去了就吵架 吵吵唄 那誰家過日天天吵架 為啥吵啊 其實我覺得 倒是沒什麼大事 就是我婆婆 因為你現在年輕人過日嘛 就花點錢她也看不慣 然後 就你花錢挺衝 不衝 好 還有什麼接著說 就是一些生活上的小事 他就看不慣 什麼事嗎 你們現在又不住一起了 生的還是孫子 帶回家又高興 怎麼就不能回家呢 就以前的時候 就是對我有意見 那這麼多年也應該磨合了呀 那也是有的時候他 到底是為什麼 你說 主要還是因為他脾氣不好 他跟你媽也吵 跟我媽也吵 你覺得你們婚姻有問題嗎 婚姻問題就是 時間長了 這麼一直分居待著 應該就是感情慢慢地就磨蛋了 蛋了 丈夫說蛋了 妻子覺得危機了 這個婚姻背後究竟藏著什麼呢 我們一起進入邱比特問卷 我問一下先生啊 你的母親和你的妻子 誰的脾氣更厲害一些 脾氣都挺重 你脾氣呢 我屬於那種內向的 不吵不鬧 也不單事 屬於獲悉泥吧 你這獲悉獲得好嗎 也不算太好 你想從他嘴裡聽個錯字 可難了呢 其實我覺得 他還算是一個老實人 估計也是怕你 不敢多說什麼啊 但是至少我聽到了一點 在你想要復婚的時候 是你的婆婆 極力促成 所以你的婆婆 還是一個獎禮的婆婆 怎麼了 是她說得對了還是沒說對啊 對 所以其實我估計你很多時候 跟婆婆的生氣 是因為你實在即便罵她 跟她吵架 沒用 添露到老人身上了 實際上你的矛頭 根本不是你的婆婆呀 是這個男人 你怒氣不爭 你這口氣沒有地方撒 撒老人身上 但氣兒就算 撒到別人身上 能解決問題嗎 女士 解決不了 其實我覺得你今天來 包括剛才一說這點 你掉淚 你並不想離婚 她身上再多缺點 你還是留戀 這個不僅僅是因為 她是孩子的父親 她身上一定有你 想要留下來的原因 所以你內心很掙扎啊 這麼一個對家不夠好的 不爭氣的男人 我為什麼 又偏偏想讓她 留在我的身邊 其實你吵啊鬧啊生氣啊 跟公公婆婆關係不好啊 只能把她推得更遠 固然說我們 提倡很多年輕夫妻 單過 但你的這個選擇錯了 因為她剛才 明明白白說得很清楚 她的父親 骨骨頭壞死 所以你在這個時候 又做了一個不明智的選擇 把她的心推得更遠 固然說之前住在一起 有啃老之嫌啊 但是一個骨骨頭壞死的老人 確實需要身邊最好友兒女 她沒有把這件事情 拿到桌子上去指責你 說你不孝順 但她心裡 打了個結 我支持你們能夠出來當過 都獨立起來 但是 你對公公婆婆的孝順 也要拿出來這份真心給她看 先生 你也別以為我說她 你就可以摘出去 近視眼有什麼好做的 你看我們在座都是近視眼 我看這個本子上說 兒子生病 你都不給她做飯 在家睡覺 那時候是感受我 確實很累 誰不累啊 你自己起來 不能起來做飯 你能不能拿出錢 幫她點個外賣 我問過孩子 她說不餓 你是父母啊 你要去指導她 該吃飯時候吃飯啊 你多賣推卸責任啊 我這也不是推卸責任的老師 我家孩子也是讓她媽給灌的 你還不推卸責任 她媽灌你別灌啊 你有本事把孩子交成一個 不那麼被溺愛 自己有主張的孩子呀 你自己做的不到位 你就要去譴責你的妻子嗎 她有她的問題她解決 你有你的問題你面對啊 你憑什麼都推給她呢 孩子說我要玩不吃飯 你就不給她吃啊 你是小孩嗎 所以你別以為 她和你的媽媽關係不好 是她脾氣不好 是她不夠那麼懂 怎麼去孝順工作 你這悉膩活得太爛了 太不擔當了 所以你才能在家庭 經濟條件並不好的時候 去買一輛車為了方便 你還不是為自己啊 既然成家了 既然有婚姻了 心裡不能只裝著自己 心有沒有放在家自己清楚 如果想挽回這段婚姻 請你面對你的生活 請你努力去 扛好你身上的膽子 好 謝謝楊老師 來 余老師 你們這段婚姻 你們這段婚姻用四個字 形同虛設 只是告訴人家 我現在有婚有孩子 用一個詞來表達你們的狀態 賭氣 你和婆婆 兩岸關係不好 脾氣大 賭氣 這邊呢 你要單過的 那錢就得你家來拿 所以你們都在怒氣 問一下南方吧 老婆是不是比較強勢啊 對 其實生活當中很多夫妻 都有這樣的現狀 一方 尤其女方更多一點 數了南方的不是 挑剔南方 但是我想說 總挑剔別人的人 非常強勢的人 其實問題最大 挑剔什麼意思呢 我有更高的標準 我是對的 我站在至高的一個點上 來攻擊你 你是不行的 但是這本身就意味著什麼呢 你不愛他 或者不夠愛他 當你挑剔的時候 意味著他不如你 所以你告訴自己 他不值得我愛 你越挑一個人的時候 其實就一直告訴自己 我可以不愛他了 可以不需要那麼愛他了 賭氣 加上抱負 再加上 這種挑剔和數了 我一直比較支持 在你們倆的生活當中 要盡量地平等 不要一方 一定管制另外一方 在你眼睛裡邊 別人都什麼也不是的情況下 你會發現這個男人 越來越笨 越來越不主動 挣的錢都不往家裡拿 他再跟你歐氣拿 因為你心不在一起 所以說 你管得越多 你發現 你們距離越遠 你得到就越少 適當地 放低自己的標準 兩個人 在同一個水平線上 平等對話 可能就慢慢消掉了 彼此的怨氣 然後才能有新的開始 說別人不好 自己一定也不好 容不下別人 其實是容不下自己 所謂的高標準 但實際上這些 恰恰拉遠了彼此的距離 一個良好的婚姻 一定是正向的 而不是彼此在攻擊 彼此在逼誰 那這個日子誰也過不好 好 謝謝 謝謝余老師 來圖老師 你們離婚之後 要求復婚的是婆婆 就你所說的那個 刀子嘴豆腐心的老人 人家想看一眼 孫子你愣是不讓人看 你做得多絕 你 我都能想像在生活當中 當你發脾氣的時候 是多麼趾高氣昂的樣子 結果這麼折騰下來 離了富 富了有班 到現在為止 人家不搭理你了吧 跑這來求饶來 你真的應該按照余老師所說的 首先看看自己 你到底想要什麼樣的生活 你想要什麼樣的男人 想清楚了按照自己的一個目標去 如果你依然覺得我就是架虧了 拜託你去找個好的你想要的 找不到寧願單身 如果你覺得的確自己做得過分 我覺得踏踏實實 給婆婆認個錯 經常帶孩子回去看一看 自己別那麼大火氣 其實在這個整個過程當中 如果她是因為性格所致 衝動所致 自覺後路 你從中沒有幾道一點作用 如果早在一開始的時候 你能夠很有自尊地 撿起自己生活的尊嚴 跟她好好地談一談她的爆脾氣 以及對於你父母的傷害 已經履行起你對於孩子的責任 她不至於走到今天 過日子 像貪雞蛋一樣 貪在桌面上聊 誰也別陰水 誰也別作死自己 好吧 真是苦了那兩個老人 就這樣吧 想過嗎 想 想 你是真想 真想 你是真猶豫 不是 主要是我受不了她那脾氣 她改不了 她如果真心想過的話 她應該可以改 能改嗎 余老師你幫我做個分析 當真的利益要失去的時候 就能改 如果說不疼不癢 那肯定改不了 明白了 有人說脾氣不好 我沒見識他 跟領導發脾氣 對 他只能跟別人發脾氣 對吧 說得好 行 余老師給你解釋我踏實了 他為了跟你過 對不對 能改 但中國有句老話叫十年何東 十年何西 餵不住十年以後 人家不想過了 你想過了 怎麼辦呢 那不能 自信了吧 好了 這個最現實 做人也好 婚姻也好 生活也好 不要打那麼多的埋伏 事過了就過了 尤其是家裡 確實應該跟公務婆婆道歉 道歉不丟人 恰恰有時候自己做錯了 繃著不道歉才丟人呢 人不要太過分 卡 手術了 卡 開小車了 卡 不回家了 卡 改脾氣吧 瘋不瘋 這算哪一出啊 就我現在還得整著你 你就得給我低頭 低頭了不就低眉順眼了嗎 我跟你說一個生活 最普通的道理 婚姻生活當中 是人家真的愛你 在乎你 他脾氣自然改了 所以是你們倆一起改 而不是讓他改了 明白了嗎 明白了 兒子跟誰好 兒子喜歡他多一點 我的媽呀 你是夠失敗的了 不說了 日子都是自己過的 不是別人給的 一起進入真情六十秒 來 請關門 歡迎大家登陸優酷網 騰訊視頻 搜尋視頻 愛奇藝樂視視頻 PPTV距離收看節目的 完整視頻 來吧 看看這對夫妻 自己的選擇 開門 快來 來 見證這對夫妻的浪漫時刻 各位請見證 請亮燈 請亮燈 感覺浪漫嗎 浪漫 剛才他們都說的對 就一個問題說錯了 叫去可以買 拉老婆坐 聽見了 來 拿走吧 謝謝你們 謝謝 那車他要不給你坐 你就把它收回 回吧 謝謝兩位 請訂閱 再按鈴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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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認識 一兩道 Steven 在爱里全面